秘书长 你怎么那么早 你为什么没有跟主席一起来 叶玲 蒋经国的行程 国民党由党主席江启臣带队 但江启臣跟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却分开抵达 两个人几乎零互动 因为传出江启臣有意找连胜文担任秘书长 升任李乾隆当副主席 这让李乾隆很不满 而连胜文方面据传也对讯息被披露很不开心 党内有蛮多人质疑说 之前说不是 为什么现在好像蛮矛盾的 实际上目前党中央 我们的党务运作正常顺利 那也没有人事的一个异动 嘴上都是这样说 但国民党内的茶壶风暴 外界早已看得到 连胜文方面第一时间马上公开说不接任 其办公室发言人对外表示 连胜文没有接任国民党秘书长的计划 协助党的方式有很多 会依照既定的步骤 持续协助国民党的发展 而李乾隆的不满 似乎是表现在这里 这样是不是让李秘书长蛮尴尬的 不会啊 秘书长我们更方便 他刚离开了 随时都可以联络 因为他到下一个点等我 他在那里 对对对 我们还有下一个行程要走 已被问到副主席的事 李乾隆马上离开 站在旁边 似乎不愿同江启城同框 台湾媒体指出 由于李乾隆熟悉地方事务 又懂选举操作 即使升任国民党副主席 也难有舞台 加上国民党主席江启城上任后 难得的胜仗 高雄市议长选举 也是李乾隆帮忙打下的 这使得国民党这次酝酿中的人事布局计划 让党内大佬对江启城有所不满 日本说不设副主席 那现在说要设是不是有点矛盾 不会啊 让大家会很尴尬 不会啊 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 主席有主席的考量嘛 谁来当副主席这个都不重要 可是这个考量是不是不够周全 不会啦 台媒指出表面上李乾隆 还是给江启城留有面子 但目前看来江启城此次的人事布局 似乎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